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很难认同 经算年年涨价的肥料和人工 茶浓炭毛利根本微乎其微 间接播了陆委会广告一桶冷水 偏偏巧合的是 翻开陆委会这个年度的预算书 光是法证处 就编列了752万9千元的经费 来办理两岸座坛 还有影片刊播事务 联络树也为了广告设计和制作文宣 编列729万9千元的经费 明镜党团跟进一步统计 陆委会今年的宣导预算 就高达1.7亿元 近期还打算耗费600万 来设置陆委会脸书专需 是不是砸钱就能让全民 更了解两岸交流 民意恐怕还有杂音 3新闻综合报道 好就是陆委会现在拍的 这样一个文宣广告 这个文宣广告 那一会儿让麦胜播放费 那一会儿只要花100万 差不多花100万 要摔一条 这叫做这三年台湾不一样了 说台湾茶出口 中国增加89% 茶农就说 为什么对于马政府的施政无感 你每天都说 台湾现在多好贪 我就没感觉了 我自己没好过 我现在连肥料都涨价 这是茶农在地最内心的深处的声音 你摔的到底都叫什么人摔的 我怎么没这个感觉 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我想要请教罗伟员 你也是有脸书嘛 你脸书现在多少朋友 多少粉丝 我差不多这样 因为我两个 我开两个啦 那个差不多像有七八千人的 你就是经营两个脸书嘛 七八千人嘛 对对对对 你花多少钱啊 我没有花钱 你没有花钱 可以有两个脸书 没有对我们没有花钱 网络粉丝这么多 陆委会为什么要花八万去买一个脸书 他恐怕是委外了 我们是自己做的 我们是自己弄的 我其实是这样 那钱为什么不删掉啊 我其实是这样啦 因为他是刚刚编预算嘛 他编预算等于我们是下这个会期 我们会开始省这个预算 我相信啦 那个假如说他们有浪会 还是说有不确实际的话 那相关的委员会 因为他这个是在加拿大会 在内政委员会了 应该他们会把关会了 相比说 不过委会只是有样学样 他编六百万嘛 总统府编几千万是弄脸书 是不是几千万 他跟无偿播给那个什么 台湾加油站 其实那个总统府的那个脸书 播给台湾加油站 我们也在这边批评过了 假如是有不合法 而且是把工具拿去私用的话 那这就违法了 就真的是要对外说明 要讲清楚 否则的话 那那个钱的话 应该要追回来 那再来我经常在讲说 其实也不是只有入委会 其实有很多的相关的部门 都没有把老百姓的钱 当作潜在用了 很多预算都胡乱了一个编列 那反正他都先编 给你编一大堆 那反正那个不是自己的钱 这工作是你们的 你们要把这个预算删下来 所以我们一定会很严格把关 你看像 像我在交通委员会里面 说的一种 我们看得很紧 有时候很多马路 什么一条路 4公里边88亿 那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删掉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 对啦 我们要去看说 它到底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它所需要达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有没有浪费 有没有那个膨胀 有没有那个 我想说应该要严格把关 拿来